由言明會指導台東縣政府主辦的南迴小米產業計畫 自104年執行至今 透過辦理青年返鄉就業 共同品牌行銷 快業產業媒合打計畫 帶動小米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此外更投入經費活絡就立出國小 成立全台灣第一個多功能場館的小米學堂 成為南迴小米整體產業的發展中心 啟用這個南迴小米學堂 最主要是要把過去我們言明會補助 南迴四鄉的小米整個產業發展進階的一個輔導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這些這麼好的產量 透過這樣的一個小米學堂 讓我們的整個青年可以受到培訓 而且遊客也從這個地方認識我們的小米的文化 全台第一個具備有故事館、食育館、展授雜貨鋪、 體驗館、加工生產區、露營區等多功能場館的小米學堂 將扮演南迴小米整體產業的發展中心 結合臨近的台東縣原住民傳統作物 農藥產柳篩檢站 未來農民可將小米經由快篩站檢驗合可後 進行台東縣南迴小米產地證明標章貼標認定 主人說有標章認證可以保證產品 小米學堂代言人阿豹也大力推銷 傳統我們沒有做加工 直接賣給中盤出去 你說一感覺市場好啊 為什麼農民沒有受惠 那就差別就在這裡 那如果說今天這樣的一個產業 可以直接就在村莊 在這樣的一個廠區 然後把它完整起來包裝出去 大部分的利潤就會真的幫助到農民 很開心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來 因為這個活動然後多來小米學堂這邊看 因為它有結合露營區 然後也有一些平常傳統的工藝教室的課程的安排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推廣 多來圓鄉走走 園民會主委表示 園民會挹注三千萬元經費 全面輔導推動南迴整體小米產業發展 成果豐碩 目前南迴地區小米整體 種植面積約兩百多公頃 創造近七千萬元的產值 小米學堂的設置 讓古老記憶中的小米文化 提升到現代品牌化的小米產業 除了延續小米文化知識 在學堂組織營運系統 更可以創造就業 為青年返向預備良好的環境 抵振部落經濟 原始新聞相關 大聖台東金峰 下方報導